男子在客廳裡面 東看看西看看 先是翻檔木魚上的外套和袋子 接著再打開一旁桌子抽屜 開始翻弄 終於在架子上 找到一個皮夾 從裡面抽出幾張鈔票 但可怕的是 這根本不是他家 上個月二十六號 凌晨三點多 華臉市移動二樓脫天措 招四十五歲 待機男子闖入 依照新來屋主發現眼鏡 怎麼跑到客廳 調閱監視器 才發現大家說確實 家裡遭消消闖入二十分鐘 甚至還跑到自己房內 好可怕 原來屋主為了保持屋內空氣流通 晚上沒有把玻璃門拉上 只有撒床上鎖 竊賊割破撒窗後 竟然還直接進入房間 拿出皮包 到客廳開燈翻看 得手近兩萬塊現金 警方對一監視器 鎖定身分 到竊賊位在吉安鄉的住宿搜索 還在屋內桌上發現毒品 於涉嫌人家中起貨毒品 吸食器及安非他命殘渣 全案依竊盜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寒送花蓮地監署偵辦 竊賊偷來的錢 華光光對屋主來說 不只當地十年來的豪志安破滅 沒想到睡覺時 還跟陌生男子擦身而過 實在有夠驚悚 記者 劉己嬌華臉採訪報導